尊敬的大德法师各位同参道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前两天我分享了一段 有一位脸友呢 由于他一次邪淫造成了回身的病毒感染 医生呢也查不出来是什么原因 所以造成他每天都睡不了觉 靠着安眠药度日生不如死 他看了以后啊 他就给我写了一份发露忏悔书 让我替他把这份发露忏悔书呢 给大家公布出来 更多的师兄以他为戒 千万不能重蹈他的负责 这位师兄呢是这样写的 我下面将讲述我是如何遇到佛法 又是如何不按照佛说的去做 致使自己如今重病缠身 让父母难过忧心破财 亏失了父母辛辛苦苦养育我三十多年 我是1992年10月21日出生的 我遇到佛法是我在15岁的时候 当时奶奶信佛 家里有一张星云大师的佛教电影光盘 名字叫在世情缘 当时我懵懵懂懂不懂的是什么 只知道有轮回转世这一回事 但也并不是完全相信 也是我前世的福报就不够吧 再加上邪淫的习气比较重 我从小学到高中再到大学 我处处被人欺负 我也没有做错什么 我是个不爱说话的人 但是就是无数人来欺负我 掐我的大腿 甚至拿砖头打我 那时候我心里除了怨恨就是怨恨 我是不明因果不明理的 我生在一个家庭条件 不说富裕 但是只要是对我好的 我父母为了我 哪怕花再多的钱都愿意 父母省吃俭用 一天就吃一顿饭 供我去澳大利亚去留学 我去澳大利亚留学之前 我是在国内的大学读了一年的书 那个时候的我品学兼优 拿到了全班第一名的学习成绩 我也获得了澳大利亚华人里 唯一的一个奖学金 那个时候大学里面情侣之间 都去学校里面的旅馆里去开房 似乎这也是很多人眼里很正常 我结识了一位大学的学长 他品学兼优 我很喜欢他 于是我和他协银了 但是没有实质性的发生真正的关系 最后和他分手 不告而终 出国前 我是花天酒地 结交些虎朋狗友 我更是不孝顺父母 甚至因为和母亲父亲吵架 我和他们撕扯 我父亲的手都被我抓伤了 但我父亲依然不愿恨我 还是关心我 体贴我 我真的是忏悔啊 从澳大利亚回国以后 我就知道吃喝玩乐 杀盗淫妄 我什么都做 尤其是对我父母的不孝顺 更是天理难容了 2016年 我内心无比的痛苦 因为各种不顺 我有想自杀的想法 我想和父母不告而终 找一条河跳下去 干脆死了算了 活着太痛苦了 当我躺在床上 要自杀的念头一起来 我晚上突然看见了一位 穿着一身白色衣服 手里拿着金色的瓶子 头上戴着 好像是金色佛像的人 出现在我的身边 面目慈祥微笑着看了我一分钟 他就走了 我当时就觉得奇怪 感觉他的衣着不像是人间的人 我突然想起 我母亲家里供着那尊观世音菩萨 我让我父亲发张图片给我 结果我发现 晚上看我的真的就是观世音菩萨 从那以后我就关注佛经了 也很奇怪 我看到任何一部佛经 只要看七遍 我全部都能熟练背诵 那个时候我无论走到哪里 都能遇到有人给我讲三世英国 在路上有人免费给我结缘了两本 信愿念佛 同登极乐这本书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真是有西方极乐世界 真有西方三圣 但是我嘴上说是要去极乐世界 我是个佛弟子 但是我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明白 什么是佛法 佛法告诉我们 应该如何去做 如何去修行 2020年的八月 那个时候我没有上班 我在一次偶然结识 遇到了一位男生 我以为他对我是真心的 但后来才知道 他根本就是个骗子 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我和他谐音了 结果这一次的谐音没多久 我就生病了 嗓子发炎 口腔发炎 眼睛也肿得和红葡萄一样 一位出家师傅 好心不失我两百块 让我去医院看病 好好地珍惜人生 好好地修行 我不但没有听 反而我每天都在恨那个男人 恨了足足有半年 单从我不反省自己的过错 因为我觉得我的命很大 我不会有什么事情 所以我也没有去医院 结果六个月以后 我全身剧烈的酸痛 钻心刺骨的疼痛 同时身体里面 有那种小颗粒的东西 全身灼着我 我这一年的时间 白天黑夜都没法睡觉 在当地的医院花费了两万多 医生诊断为病毒感染引起的炎症 因为我拖延六个月没去医院 炎症已经蔓延到全身 无法抑制 最好的止疼药都不管用了 吃大量的安眠药 也没有办法减轻这种疼痛 我从小到大 我是一个极其爱惜自己身体的一个人 稍微有一点不舒服 我都会第一时间去医院 然而这次我拖延了六个月才去医院 医院的医生也说没有办法治愈了 我后来明白这一切都是因果 本来我福报就小 再加上邪淫 我邪淫的那一天恰好是时摘日 那一天邪淫的果报是非常惨烈的 我没有去忏悔 没有去改过 所以才导致我的病永远都治不好 因为这次重病我无法工作了 和个废人一样 每天疼得没法睡觉 身体各项指标都不正常了 我的身体医生都说 不如八十岁的老人 身体彻底的废了 我悔不当初啊 我是一个佛弟子 第一不念佛 第二即使皈依了三宝 供奉了观世音菩萨又能如何呢 佛法讲的两个字就是因果 如果不敬畏因果 佛菩萨也救不了啊 不是佛菩萨不慈悲 我自己不想活命 坏事干尽 佛说的话我不听 皈依佛门对我而言 无非就是一个形式 背诵那么多的佛教经典 也只是个形式 我这根本不是在学佛 不孝 邪淫 杀生 这些罪业都是我造的 果报只有我自己承担 谁也代替不了 如今我真心的忏悔 我只想好好地忏悔 好好地悔改 我这就是属于德不配位 必有灾殃 不用等来世 现世就报应惨烈了 我做了那么多 伤害我父母的事情 但我的父亲一直还在为我操心着 不睡觉的 总想着为我找更好的医生 给我治疗 我很感恩 我有这样一位 慈悲的父亲和母亲 我对不起我的父母 我更对不起我自己 一个曾经拿着澳大利亚 中国人里面唯一一位 拿着奖学金的高材生 最后流落到现在的这个地步 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 怪不得任何人 我还有一位大学同学和我一样 也在澳大利亚留学 他每天杀生吃肉 回国以后也是吃喝嫖赌 但是他身体并没有受损 事业也越来越好 我只想说 钱是的因 金是的果 或许他的福报大 所以目前没有看到报应 但是因果不昧啊 也希望他早日回头是岸 别最后落得和我一样的下场 我只希望我剩下的时间 好好地改过 重新的做人 希望更多的师兄 看到我的这个视频 也希望更多人 听到我的故事 也一定不要走我之前的路 不要和我犯一样的错误 不要一步错 步步错 这是一个发人身形的故事 这是一个留学的高材生 读书回国以后 吃喝嫖赌 无恶不作 最后造下了种种的恶业 也得到了恶果 这是他发露忏悔书 我也希望大家 从他的这个故事里面 能提醒大家 千万要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尤其是我们修行的 皈依的佛弟子 真是要守好五戒十善 知道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 能做到是很难的 但是我们还是尽量地 要去改变我们自己 从这一份发露忏悔书中呢 感受到这位师兄的真诚 和他真想改过的一颗心 佛菩萨都说了 佛世门中有求必应 他不舍一人 只要你发露忏悔 改过自己 一定都会有好的果报 很高兴的是 这位师兄现在开始念佛了 也没有了这种自杀的念头和想法 发愿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还是这句话 如果阳寿不到 病就好了 阳寿到了 就跟着阿弥陀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我们要有艳离这个五着恶事的心 但是这个艳离并不是让你放弃你自己的生命 选择自杀是最愚蠢的一条道路 你不但没办法去解决你今生 而且让你的来世更加的苦难 更加的无法自拔 也感恩这一位师兄 给我们的发露忏悔书 希望大家都能从中受益 希望这位师兄呢 从今以后精进的念佛 求生净土 只有这条路 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一起回家 极乐世界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弘扬法不诗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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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